上海华街剧团推出全新品牌 闹萌喜剧团 海派互动体验剧 欢迎入戏 在城市集市热闹开演 弯传演绎新空间 打造文旅打卡新地标 科技先锋访谈节目 直牛而者 带来暑期迎评科普大餐 课外有客超级暑假特别节目 带您打开神奇孩子的暑假计划 上海摩天轮周末大放送 马上开始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摩都品质生活新入口 上海摩天轮周末大放送 我是何清 每周日的19点15分 我们都会在新闻综合频道首后 锁定接下来的节目 一手掌握近期 SMG的最新精彩看点 以及时下最不容错过的文化资讯 复古电视机 霓虹电招牌 各种小时候最时髦的游艺设备 精心复原的90年代上海理论 带领大家一秒穿越回到 自己的童年记忆 近来在上海各大商场 接连出现的城市集市 人气颇旺 如今在这儿又多了一个 您不容错过的打卡点 上海滑稽剧团全新推出的 海派互动体验剧 欢迎入戏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花灯初上 欢乐声响彻舞台 在欢迎入戏的演出现场 剧中人与观众打成一片 一起演一起笑 大家都十分熟悉的滑稽戏演员们 这次集体出动 在这个专属小剧场中 为观众们带来近距离的互动表演 我们把它定义为海派互动喜剧 然后会有一个全新的系列 叫做闹蒙喜剧团 上海话脑蒙喜剧团 主打一个热闹 然后用互动的形式 又留存我们上华海派的本质 然后想根据演艺性空间 做一个全新的尝试和探索 剧队都市男女 一个阴差阳错的小误会 引发了一系列 啼笑皆非的搞笑故事 剧中闹蒙喜剧团的斗剧导演 将带您沉浸式进入喜剧团的 排演现场 体验一系列有趣的剧中剧故事 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 观剧的一个观演关系 当你踏入到这个空间的 第一秒钟开始 你其实是来到我们闹蒙喜剧团 工作排练演出的一个部分 我们还是会尽可能地 让大家对戏剧本身 对有意思的喜剧故事本身 会有一个欣赏的空间 换句话来讲 你既能好好地看戏 你也能开开心心放开地 跟我们的演职员一起玩 与以往的滑稽戏不同 欢迎入戏 让观众朋友们置身位于 城市集市的复古氛围中 仿佛在弄堂里听着隔壁邻居的家常里短 温馨又逗笑 我们滑稽演员嘛 我们平时除了这个大戏的演出之外 我们还有曲艺的演出 我们曲艺的演出就是跟观众 非常非常的近的 而且其实在以前我们滑稽 最早最早的一个演出方式 就叫目表制 目表制是什么呢 就是只给你这场戏的 大概的大纲 然后所有的台词都是你自己来编 自己来说 其实这次我们有一幕戏 就基本上和这个比较相近了 我们上来还是要完完整整 认认真真地 给大家展现我们的一些剧情 也让很多喜欢滑稽戏 或者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滑稽戏的观众 能够更好地了解 其实正规的滑稽戏就是这样演的 那后面我们再和大家有一些活动 进入欢迎入戏的剧场后 观众朋友们除了看戏 还将有一个很特别的任务 演戏 他们将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和剧团的演员们 一同探索故事的结局 虽然我们是喜剧 需要打破所谓表演的叫第四堵墙 需要跟观众互动 比方说我们说了一个包袱 观众有笑声 回过来的时候我们要等 大概什么时候说 但是那个表演呢 它是有严格的一个戏剧规律 我们要首先是进入人物 然后呢如何出包袱 而且呢 我们需要突出的是两个字 叫互动 所以说呢打破了我们以往 在舞台上的所有的表演的习惯 这个舞台是180 所以我们要照顾到所有的角落 又要跟观众去互动 各的表演方式 跟过去是完全不同的 你开关在哪里 你自己都不知道开关在哪里 咋线的了 也没有线 什么功能 开灯 开灯 作为上海滑稽剧团的 首个海派互动体验剧 欢迎入戏此次的最大突破 就是将演出场地 放进了商业综合体 从舞台设计精美的大剧场 到氛围轻松 亲切感十足的小剧场 上海滑稽剧团 正在不断尝试将喜剧 以更新颖 更潮流的方式 通过接地气的场景设计 和身临其境的感受 带给观众们 不同以往的观剧之旅 和观众互动 全部都是未知数 我们说一切 都只能进剧场见了观众 才能见分晓 那当然我们自己 也有很多的假设 上来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年龄层次是多少的 会怎么样 其实对我们来说 可能我们演出的这个状态 会更加放松 因为我们想呈现一种 让你坐在家里 就在你面前 演你身边的事 这样一种感觉 我觉得用三个字来形容 接地气 更加接地气 它反馈给我们的东西 让我们会有更多 可以发挥的地方 所以如果说 要来玩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也要想好 你们要怎么玩 那么我们就一起玩吧 如果说观众 他的思维脑洞 比较开的话 那我们会就更丰富 它不是城市性的语言 它是根据每一场的观众不同 上来的人不同 我们都要变 这是最难的 这也是现在当下年轻人 很喜闻愣见的一种东西 我觉得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 我们要多学一去 多去吸收一些这个东西 不同的场合 我们可以去表演的 唱给大家听一些歌啊 最后是儿歌 对啊 但是那不配啊 会儿歌也不会啊 我想问一下 在这里有没有会儿歌的呀 可以的 当然了 喜欢的 是最为了 我们所吃不准的是 我的这个设置在现场 它到底会有多大的观众的反应 至于有还是没有 我们是有这个经验的 有到什么程度 可能有的脸不是太有把握 你完全不知道观众会怎么样 不仅仅是我 我们的演员也面临这样的挑战 我们只能在排练厅完成一部分 剩下的必须在现场 和观众一起完成 至于他们会怎么样 和我们一起完成 谁也不知道 在演艺新空间 体验海派滑稽戏的 全新打开方式 7月14日起 每周五周六晚上七点半 每周日下午两点 闹猛喜剧团都会在北外滩 城市集市等候您光临 欢迎您入戏 共享周末的欢乐时光 剩下十节 在家打开电视 欣赏丰富多彩的迎评大餐 真是再惬意不过了 从这个7月开始 SMG各个频道都推出了 诚意满满的暑期节目和特别策划 那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 有哪些精彩亮点 绝对不容错过吧 正在热播的科技先锋访谈节目 执牛而者 将为暑期放假在家的孩子们 奉上一道丰盛的迎评科普大餐 节目将带您探访不同领域的科研工作者 讲述他们为纯粹的理想而奔波钻研 力求尽善尽美的职业故事 并展现他们与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 截然不同的生活中的另一面 在暑期播出的节目中 您可以看到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柳红 出身医学世家的他 十年磨一药 带领团队相后发现了12个候选新药 其中抗糖尿病 抗新冠病毒等9个候选新药 已进入临床研究阶段 而工作之余 他还是一位处处为学生着想的贴心导师 精通厨艺的美食家 和爱美爱花的生活家 我们确定了这样一个把镖 来根据这样一个药物把 来进行药物分子的设计 就像我们常说的这个药丝科所一样 清华大学毕业 在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上海光源科学中心工作 二十余年的住万前 是一位造光师 他负责的就是把看不到摸不着的光 搭建成比普通X光机发出的光 还亮上百亿倍的同步辐射光 帮助医药学 材料学 微电子 考古学领域的科学家和实验室 进行更多的学科前沿研究 和高新技术开发应用 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把这个东西慢慢慢慢引过来 而被誉为神光啄木鸟的杨林 是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神光2设施 激光参数测控负责人 他每天都要围绕着神光2 行走上万步 只为了做好在线检测 及时发现隐患 解除故障 保障装置的有效运行 经过数十亿被放大后的高能超快激光 可以为天体物理研究 激光聚变研究等 需要极端物理条件的实验 搭建研究平台 我要去通过仪器齐昏的数据 来定点我的装置上面哪个地方出问题 那个仪器设备相当于是我眼睛的一个延伸 一艘沉没在长江口150多年的古船 将上海打捞局 上海大学无人艇研究所 中国旧捞陈列馆 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等 看似不相关的科学团队 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 他们将利用为长江口2号 专门潜心研发的考古科技 解开编码在古船身上的秘密 延续他们厚重的文化价值 现在我们有这样的科学仪器 就可以更加科学精准 判断优料的来源 跟我们这个瓷器 它是不是外销都可以做一些对比的东西 而在我们每天都乘坐的地铁背后 也有一支庞大的科技团队 在背后默默支持 上海深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首席技术总监王大庆 要如何带领网络调度中心 监控中心等部门 将数字化加入到地铁的设计和维护中 又要如何根据客流量灵活编组 同时保障好列车运行速度和乘客安全呢 这个地铁就它就像是火车一样 它是连在一起的 对 要把它从六节编组 然后解编变成两个三节编组的列车 那现在已经把车门关上 车门关上以后 它就会把车解开 解开以后 那么前面那个车 它就会再开门迎接乘客上车 混知识文化的创始人 混子哥陈磊一直以来都用前显易懂 生动有趣的漫画 为读者解读知识 启蒙科学 如今在全网已经拥有超过三千万粉丝 节目将深入探访这位年轻的 非典型性漫画家 看他如何从开创公众号起步 一步步发展成为 拥有百人团队 尸体书店和成熟出版产业的科普红人 大家也很好奇 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这里画漫画 讲知识 我们也很好奇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在读我们的内容 读我们的文章 看我们的漫画 所以我在想 应该有那么一个地方 让大家见见面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每周六20点30分 在新闻综合频道播出 每周日12点30分 在东方卫视播出的 直牛而者 经过一整个学期的忙碌 孩子们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暑假 他们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安排 来充实这段夏日美好时光呢 课外有课 在这个7月推出超级暑假系列节目 打开一群神奇孩子们的暑假计划 梦想征服高山滑雪的14岁上海姑娘 秋薛宇诺 如何在保证专业训练的同时 平衡好运动和学习的关系 我还是比较追求它的速度和刺激 还有一种带来解压感 就是平时可能学习的压力 都能在就是从山上往下俯冲那一刻得到释放 把昆虫当宠物养的11岁女孩无忧 不仅发现和洞察了这些小生命的奇妙之处 更是两次摘得上海市青少年科创大赛最高奖 我只是觉得我像在玩一个游戏 而且是一个解密游戏 我要先了解所有的问题 然后我再找出它的规律 一个个的回答 一群高中生组建的团队 用800元启动资金创立了一家学生公司 通过分工合作 寻找商机 成功研发出了一款产品 获得JA青年创意实验快闪电最佳产品奖 他们能否带着创业梦想 走向全国 走向亚太 日后我们需要7864元的投资需求 那么一部分要用于产品的建筑 然后另一部分用于产品的二次迭代 还有社会问题 那么这些都是为我们去 全国赛的改销会做准备 05后音乐人侯天乐 喜欢行走在上海街头 收集城市的声音 风 鸟 车辆 栏杆击打 都可以成为他音乐编曲的素材 街道 路边 滨江 都是他灵感的土壤 眼下他正尝试着 将说唱与红色文化相结合 为参加中国电子音乐大赛 而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当时这些声音让我感受到了一派 其乐融融的生活景象 然后我就想在那一刻 能不能就是把这些声音都收集下来 然后放到我的这个歌当中 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城市的魅力 解锁更多神奇孩子们的神奇故事 每周日中午11点05分 敬请锁定新闻综合频道 看看新闻APP同步播出 随着张小红副市长接听的市民来电 2023下令热线正式开线 作为优秀媒体品牌 从1993年至今 这条上海人都晓得的热线 已经为市民们的夏季民生难题 整整坚守了30年 这个整修工程占了篮高 西路差不多五分之四的车道 仅留了一个狭窄的单车道 由来往车辆通行 我现在试图推开这个门 但是用了非常大的力气 还是没有办法推开 在这条人行道上 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 住立着一块宽约三米的 这样的广告牌 而在我的左侧这一块 是一个非机动车的停车区域 民有所乎我有所应 今年的夏令热线 将一如既往的秉承 提高市民诉求实际解决率的活动宗旨 努力解决下令期间 城市管理领域的极难仇视 从现在开始 您可以拨打市民服务热线12345 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 看呀STV 新闻透视等平台联系节目组 记者将及时赶赴现场实地调查 推动相关部门一起纾困解难 让您的夏日不再烦恼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魔都最近值得期待的文化演出活动 在距离东方明珠不远的码头上 停靠着一艘特殊的邮轮 拿上定制船票 踏上邮轮甲板 在浦江两岸美景的映衬下 一场奇幻之旅正在开启 这就是沪上首个浦江游船 沉浸式游戏剧场 明珠传奇 以前一直没有玩过这种类型的 好像这次就想来体验一下 我们可以穿上自己的服装 还有自己独特的身份 可以沉浸在里面 可以小孩跟朋友一起来玩 尝试一下新的东西吧 就是之前好像电视上看人家有玩 这种想试试看 明珠传奇讲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 在上海黄浦江的一艘游轮上 围绕着船市之宝夜明珠 而引发的一系列故事 观众将作为剧中角色 融入剧情设置 在多条故事线并行 和开放式的戏剧结局中 体验全情参与的乐趣 我们的观众呢 有别于我们传统的舞台剧的形式 他们呢是全程跟在我们演员身边的 沉浸在我们为他构建的这个世界里面 在行进的游轮上 精彩演出与绝美江景 巧妙融合 观众在观演赏景之余 还能参与趣味搜正剧情互动 体验奇妙的时空穿越之旅 除了精彩的剧情 明珠传奇更是将老曲新编 老舞新跳 老歌新唱等流行音乐剧元素 融入其中 呈现给观众的 不仅是一场缤纷的视听盛宴 更是一场也有风情的江上派对 还不错 因为就边可以欣赏那个浦江的美景 然后边玩 还是蛮有就是沉浸式的体验 比如我们可以自由地寻找其中的线索 有不同的剧情 能让你去发现 它也有歌舞表演 然后还有一些游戏互动 就是整体起来 你就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 然后特别有意思 很减压 每个观众会抛出一些不同的问题 然后演员就必须要去及时地给反馈 这一点是比较难的 首次在黄浦江上 引入了这个沉浸式的演出剧场 使我们的表演空间更大 更多元化 除了让观众在船上 有很好的观演和互动体验之外 同时也将两岸的美景建筑 融入到我们的剧情中 让观众有更好的观念 互动体验的同时 也把我们的上海名片 做了一个很好的传播 那我们将来也会在更多的空间 去尝试这样一些创新型的演出项目 你是David 我是David David先生 在这间布置考究的房间里 宾客们初次见面 氛围其乐融融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不可预测 有著名悬疑作家 阿加沙·克里斯蒂作品改编的画剧 《无人生还》 即将于7月21日至8月6日 在上海画剧艺术中心 迎来700场纪念演出 与世隔绝的孤岛 门外呼啸的暴风雪 十个互不相识的陌生人 《无人生还》在一个完全密闭的空间里 将故事和推理慢慢带向高潮 该剧自2007年在上海的画剧舞台亮相至今已15年 期间主创团队不断调整打磨作品 舞美也不断换新升级 看到这个舞台是《无人生还》这部戏的第三个舞台 包括整个舞美的色调 这个颜色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动 它是一个冷灰色的 和这部戏的气质比较相符 包括在一些特殊场景的灯光 包括音效配合在一起 营造出来的那个气氛 就是因为它要营造一个紧张啊 压抑的一个气氛 给到我们演员的施展空间很大 这样可以让观众看得更过瘾 让我们相约在《无人生还》中 与角色们一同登岛 化身侦探 感受孤岛大宅里的那份紧张与刺激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祝福大家都能够元气满满地开启 全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 咱们下周日同一时间 不进不散